大家好 07271957啊 给大家说说啊 这有一个留言挺逗的啊 这留言哈 要都不是那么逗乐 都是让人愤怒的 这情绪哪天就崩了 是吧 这也跟那个水位似的 是吧 你得让人有宣泄啊 是吧 也一张一池 文武之道 是吧 这有的信息挺好玩的 是吧 大家也就轻松一笑 这有一哥们啊 说给我留言说 北京全北京最变态 下作的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 就是有的时候吧 但是你心里边 是吧 癞蛤蟆上脚面 他不咬人 他个应人 是吧 他说啊 最变态最下作的风景线 叫燕宝 燕山啊 燕国 燕国是燕国 燕国啊 宝卫的宝 燕宝 马全营家园 六号楼 单元门口啊 这地我熟 哎 我开过滴滴 到这送过人 也接过人 这边原来是村 马全营村 哎 马全营啊 孙和呀 啊 催个庄啊 这都是望京 北五环 往北 什么金展乡啊 东坝呀 双桥啊 是吧 这个这个 再往北 顺义 是吧 什么这个 后杀玉 啊 新国展 啊 然后什么 罗马环岛 罗马花园 天竹啊 这一带 是吧 北京朝阳区催个庄箱 保障房 公租房项目 燕宝 马全营家园 这是小区的名字啊 社区硬件设施完备 你设施再不完备 那就是荒郊野岭 那是荒地 庄家地 这个是吧 物业服务合格啊 大多数居民 尚且说得过去 那的那个居民的老底子 那个底子就是 拆迁啊 村民拆迁上楼的 这个在城乡结合部 像丰台朝阳 包括海淀 石井山的一部分 啊 现在扩展到顺义 大兴昌平 都是这些人 是吧 你说他素质有多高 那肯定 是吧 你包括朝阳 什么南墨房那边 原来晋松那边 那都是菜地 庄家地 那他们那儿就 这些农民上楼的 原来是农民 后来改成市民的 他们家里死了人 办白事 就搭上大棚 然后又吹锁呐 又撒纸墙 然后又大摆酒席 大排艳艳 那就原来市民的 一般不会这么做 当然像我们这儿的市民吧 我们老家又是河北人 所以我们吧 即便把家里边老家烧了 弄一骨灰盒 但是还是要把老家的那个骨灰盒 还得埋回老家祖坟里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封建残余呢 你说这是不是啊 人家有的就海葬了 这都不一样 所以你说中国人 有的人啊 臭农民臭农民 就跟那个北京那个啊 我们是旗人 郑黄旗啊 奶奶我有通天文 哎呀 你旗人不还东北人吗 是吧 中国人往上推三代 谁家不是农民啊 对吧 当然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不是 不是你就牛逼吗 你有什么可牛逼的 你城里人 是吧 像我聊天 还有人说啊 你是二环外的 真正的北京人是二环里的 对 就真正的北京人 就是二环里的 你牛逼吗 你有什么牛逼的 你不是还是奴才吗 就跟我们的同学 安定门那大街的 住安内那些同学 家里边全是大杂院 对吧 就可怜着呢 你夏天 你想换个衣裳 你想洗个澡 都没那环境 真的挺可怜的 是吧 但是我不把人对立起来 你发现了吗 我这个人 台湾话叫四海 四海就是心胸宽广 四海为家 五湖四海 台湾人管这种人 叫四海 是吧 台湾有四海帮 有竹联帮 啊 这是外省挂吧 还有本土的 本省的 叫什么 那个那个罗浮柱 罗浮柱跟他儿子叫罗明才 他们叫什么帮来着 是吧 这都不同的帮派啊 对不对啊 哎 你要在社会上混 多多少少点 沾点江湖气 得讲义气 最起码说得过去 对不对 你不能太叽叽缩缩的 口口缩缩的 是吧 那个那个小肚鸡肠的啊 是不是 他说 但还有一小部分 无耻卑劣的人 还是涂抹了一道浓墨重彩的令人作偶的下流篇章 那那就是马全银家园六号楼单元门口 这说的太具体了 是吧 那这种人有的是 原来我们住安定门外青年湖 那原来解放出的时候啊 那是我们家的库房 我们家的安定门外大街 安外大街啊 就这么一溜子 东一溜 西一溜 都是木材厂 都是我们河北白洋店人为主 当然也有老北京人 也有什么山西人 张家口人 山东人都有啊 那个 这一溜 就跟那德上门外 德外官乡 广外官乡 这两边都是庄稼地 荒地 都是芦苇荡 坟地 都是这东西 是吧 后来在我们现在 原来住那地儿 我们家在那盖一库房 后来安外大街这儿 有其他的用途 公司合营了吗 被共产党把我们那个买卫都弄没了吗 那就到那儿住去了 我们住的原来库房 我们家是那儿最早的三家之一 对吧 后来有一些邻居是安定门 护城河 那儿架高压线 就护城河边上都住着好多老百姓 你可以想象 那个大小便那些废水 生活废水 就 就直接的排泄到护城河里 他在护城河边盖的房 能是什么好房吗 所以你说他人的层次能有多高吗 对吧 那你现在是共产党的红二代高 他们的祖宗是什么人 当年 那个能造反的地儿 厄玉碗 大别山 是吧 中央苏区 井冈山 什么罗霄山 那都是什么地儿 你想想 对吧 那都穷得不得了 要多穷有多穷 对吧 所以今天他们牛逼起来了 牛逼达拉 有什么可牛逼的 对吧 而且今天你们干的事 你们是贵族吗 你们脸了多少钱 你们脸的钱 能放在阳光下说吗 你看像我就能说 我是批发粮油三十年 对吧 他们敢说吗 他们说就是牛逼 我们就牛逼 这国家是我们打的天下 是吧 我们就牛逼 怎么着吧 不服 是吧 不服给你个黑枣吃 什么叫黑枣吃 年轻的人可能不知道 黑枣就是子弹 给你个子弹 是吧 要你的命 你还在敢言语吗 对吧 所以这个 俗话说 缺德不违法 恶心死人不偿命 哎呀 何必呢